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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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一般读者搞明白这事吗 打开这本书之后 无论是它的篇章的设计 还是说内容表现的形式 以及朴素的语言 都能让读者能够看得懂 而且有兴趣阅读 讲得出来 然后也感觉到前沿的科技 特别是量子计算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实际上的普遍存在的 其实所谓这个量子理论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系的 对 举例说明 您跟我讲讲 比如说人工智能X的GPT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算力 算力实际上我们量子计算作为一个最前沿的计算 跟通信领域里边的一些技术 已经用在我们相关的ITICT这样的一些行业领域里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 或者是享受到了这个量子算力提高所带来的这个科技成果 实际上就是量子计算对于整个科技的重塑 或者说很多行业领域 或者说技术应用的领域 已经有量子计算的身影 或者说它的深度的应用 所以这个副标题呢 叫从围观探究到科技重塑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跟我们讲一讲这本书有趣吗 有趣 非常有趣 比如说第一篇当中他取了一个标题 苹果达成的经典时代 这个标题呢 如果一般的读者就会觉得 这个科普类的读物 跟我这个苹果有什么关系 但我翻开到证文当中之后呢 就会看到是牛顿 关于这个万有引力的发现 这段的内容呢 也是非常的有趣 比如还有标题呢 叫打破丑小鸭定理 这样的一些有兴趣的标题的设置呢 实际上它内容富含了很前沿 又很容易让人理解 能读得懂的一些科普类的故事 以及科普的知识 所以一本书掌握量子拜年 很值得我们期待 好 我们再分享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它就特别特别的好玩 因为我们打开这本书之后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空间站 整个空间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结构 究竟长什么样 在这本书里面 360度立体地给我们呈现了中国空间站的样子 因为毕竟天空间站呢 始终是在绕着地球在运转 我们上过去 相关不了 普通人是看不到 也了解不到里面的构造 甚至就是外观的构造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打开天空空间站 立体化地展示了天空空间站 让读者们能够了解天空空间站 后面这本书里其实还有很多 展示整个空间站里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实验舱 再往后可以看到寻天空间望远镜 航天发射场当时是怎么发射上去的 在灯月 用我们的月球车 通过非常立体的这种结构方式 让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咱们的空间站的各种细节 是的 可以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读 没错 一起玩 对 来了解咱们的这个航天科技的发展 是的 真是很好玩的一本书 那我们电子国家出版社呢 实际上在少儿板块上 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 而且开创了很多这种非常好的品牌 打开系列呢 就是其中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打开天空空间站呢 正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亮点 很畅销地占了一个品种 那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天空空间站 和中国的航天员一起去遨游太空 第三本书 是一本特别精美的书 是来自180多位摄影师 他们的镜头 两百多幅图片 据说书中有些这个照片所呈现的那个栖息地 是首次被发现的 有的镜头呢 确确实实是首次被发现 比如说2007年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摄影师叫向定谦 他首次拍摄到大熊猫 在树上这个交配恩爱的这样的行为 还有2010年的时候呢 生活在云南和缅甸这个交界的地方 有这个鹿江的金丝猴被科学发现 成为金丝猴家族当中呢 为人所知的第五种成员 还有哪些是很神奇的瞬间 被我们首次捕捉到的 还有呢 2021年的时候 李冰冰前往上海重宁岛 调查拍摄杨子若 也引入了他原本的这个家园 以及2022年的时候呢 公布了当时的中国第一高速 叫云南黄国冷山 这个高度呢有83.4米 当然这个高度不是最高的高度了 2023年中国新的最高的巨树又被发现 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是104米 这个最新的发现呢 也会在我们后续出版的科普读书中啊 有所呈现 而且在这本书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网红植物 比如说就是这个植物大栈江市里边的这个豌豆射手 它还有一个正规的名称 它的学名叫大国甲水晶兰 还可以看到呢 两厘米长的这个植物呢 是如何坚强的求生 也可以看到最新的SRT帕树 结合这个航拍技术啊 拍摄的80多米高的这个中国巨树的雄伟 都在这个书里面会有体现 真的您看完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万物之美啊 万物之美 而且让我们这个感受大自然啊 也能够亲近大自然 同时也敬略大自然 这本书的主编 其实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就是西智农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是野性中国工作室创始人 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家和环保主义者 唯一入选 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 中国摄影师 图片中的那个野生动物金丝猴 就是西智农先生呢 用四年的时间 六进六出白马雪山拍下来的 而且因此呢 是保住了金丝猴们 所栖息的一片原始森林 还有包括藏羚羊 被大肆猎杀的危机状况 以及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 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也是他最早参与报道了出来 西智农先生呢 他是一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而且这个走过了非常多的地方 而且在大自然当中呢 拍摄了非常多的 这个珍惜稀有的照片 通过这本书 我们汇集了大量的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些 这个样本的图测 到去可能我们还会形成 更多影像的形式 出版这样的一些图书 其实这样的图书啊 就像书的封面上 所写的那样 这就是在用影像保护自然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打开这本书 我们一起去感受 万物有灵且美 好 我们再回顾一下 今天许总给我们带来的三本书 第一本是量子百年 从微观探究到科技重塑 第二本呢 是打开天宫空间站 第三本是生命的灵动 用影像保护自然 好 感谢许总今天精彩的分享 谢谢您 好 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